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观察到两个数 哪两个数呢 一个数是72 另外一个数是22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AMC12A这个竞赛已经进行了72届 那么AMC10A这个竞赛已经进行了22届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面就可以做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这个竞赛是哪一年开始的 实际呢我们应该用什么 我们应该用2021-72 大家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如果学过小学奥数都知道这是间隔问题 所以其实因为第一届 我们不是从第零届开始 所以其实这边应该再加1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答案就是1950 所以我们参加这个美国数学竞赛 其实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 它是从1950年就开始的 那么它以前叫什么名字呢 其实以前这个竞赛不叫AMC 那么这个是我当时作为高中生 参加这个数学竞赛的获奖证书 那么这个获奖证书的名字叫做AHSME 它说的是什么呢意思呢 就是America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Examination 就是美国高中数学考试的意思 那么当时我参加的是42届 这个其实是30年之前 是1991年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美国数学竞赛 其实在我们中国 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 那么这个其实就得益于 我们首途师范大学的吴建平教授 他在90年代末 90年代初就把这个竞赛 引进了国内 这个竞赛一直在进行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参加竞赛的那张纸 都是用那个签字 就那个题目能看得出来 是用签字印刷的 那么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变迁了 今年我们第一年 有了线上的考试 而且我们所有的考试的试题 都不是用Word编排的 而是用Latex编排的能够做到这个公式 尽可能优美 那么我想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这个竞赛肯定还会越办越好 好那这就是一点历史 那么今天呢 我想我就从这个 因为我们有两场考试 有AMC10A 有AMC12A 那我们就从这两场考试里呢 选择了一些题目呢 来做一些讲解 那基本上呢 是我自己对这个做这些题目的想法 那么有些题目呢 我也可能就是现场发挥 来看来跟大家一起分析 这个题目应该怎么想 我们知道这个AMC这个竞赛 其实呢 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共25道题在75分钟之内 所以三分钟要做出一道题 那么而且有些题目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其实步骤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怎么做得快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呢 先从一道不是太难的题目开始 那么这道题呢 其实因为这个 在屏幕上显示的这个空间有限 虽然我们的题目是双语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那么我们就 这个只显示这个中文的试题 那么中文的试题呢 这个说的是一个形成问题 那么形成问题 这是两个人在走一个山路 那好 我们可以画一个这个图来表示 在走山路 那么他说都是从山脚下往上走 然后呢 其中一个人背着包水走的慢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 开始以每小时四样里的速度走 那么到了一半 他就变成了每小时两英里 所以呢 那一个我们可以写四英里每小时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写两英里每小时 那么他回头的速度呢 会比上山的速度快一些 所以是三英里每小时 那么他到达塔后呢 他们会立即掉头 这是三英里每小时 那么他在路程的一半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 是从下往上走 那么从下往上走呢 他所以这个走的快的人 走的四分之三的距离呢 那么走的慢的人呢 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距离 那么问他这个速度是多少 那么这是这道题本身 那么怎么样能够算得快呢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 形成问题其实是有三要素 有速度 有距离 有时间 那么算得快的办法 当然我们说我们知道 时间乘以速度等于距离 但是那现在这里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距离 那么给的呢 只是速度 而且呢 实际上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它是速度比 对吧 然后 所以我们怎么来做呢 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们应该关键注意到的是说 所有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所有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设一个恰当的值 那么这个恰当的数值是什么呢 这个恰当的数值 其实最好的数值就是说 我们要做整数化的计算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设成是整数 那么在我做这道题的时候 我会设它的路程 每一半的路程 恰好就是 12英里 那么如果这个是 12英里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计算 这个每一段路程所需要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就简单了 我们换一种颜色来写的话 这个4英里每小时 所以这就是3小时 这个是6小时 这个是4小时 那么直接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是 3加6加4 这就是13小时 所以最后一座题 那么就直接就是 12除以13 那么这个答案就得到了 所以是A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一道题 我们可以很快的 如果说我们做了一个恰当的假设 我们就可以节约一些时间 用来做别的题目 好 这是这道第一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这个竞赛的历史 那么下面展示的这道题呢 其实就是 第一次考试的最后一题 第一次的这个 原来叫 AHSME的最后一题 那么这道题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什么样最快的方法来做呢 那这道题又跟前面一道题 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同学们有答案 其实可以把答案写在聊天窗口 好 好 我看到了有一个答案 其实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有什么关系的 似乎大家答案都是一样的 但是 这道题呢 其实跟前面那道题有很类似之处 虽然这是一道 在当时已经是最难的题了 那么这个速度的差是多少 速度的差是11 速度的差是11.8等于3 那么现在是10英里的距离差 那么10英里的距离差 经过两小时的追踪 所以也可以去掉6英里 所以2乘以3等于6 那么剩下还需要4英里的追踪 那么这4英里的时间 这个4里的时间 这个距离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呢 那么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例关系 原来是15对17 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差是2 所以当你把它double以后 就变成30对34 所以这个4可以直接的凑出来 那么凑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 这一段时间需要30英里 那么30英里这个商船 其实还是每小时8英里在运转 它的速度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用30除以8 这个其实可以得到3.75小时 那么再加上原来的2小时 所以一共是5.75小时 那么这个5.75小时 其实是从11.45开始算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其实是E 那么这道题也好 前面一道题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恰当的利用比例关系 那么来讨论这个 来迅速的可以比较快速的把题目解出来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下面另外一道这次考试的题目 这是一道函数的问题 那么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再说一说 自己是觉得这道题应该是怎么样考虑的 有些什么巧妙的想法 对 当然大家已经把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 其实都已经说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题目里呢 其实最基本的核心的式子其实有两个 对吧 一个是F A 乘以 B 等于 F A 加 B 那么这个核心的式子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指数函数的性质 有点类似于对数 这个对数就是 log A B 就等于 log A 加 log B 另外一个条件呢 他说了这个东西是质数 所以 F P 是等于 P 那么这里的 P 呢 是一个质数 那么对于这个质数而言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函数方程 或者说 包括 J AMC 中 因为它是选择题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用特殊指法 就是我们来找一些特殊的数 利用这些特殊的数 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那么这个特殊的数的这道题里 我们应该用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质数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的 其实有两个想法 对我而言 第一 当你看到质数的时候 你首先想到的 这是跟数论相关的问题 所以跟数论相关的问题 所以就可以用算术基本定理 把所有的这个任何一个整数 都可以用质因数做分解 好 那么 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可以 在这个式子里 做特殊指法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把两个指数放进去 看看得到什么 那么F 那么F 我们有F PQ 就等于 FP 加FQ 所以呢 就等于P加Q 那么特别的 如果说 一个数可以分解成质因数的成绩 那么你就把它 变成了一些最基本的粒子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加起来了 所以对于 比方说 对于 这上面这些答案都是质数 都已经直接有了 比方说 对于E来讲 我们就知道 F的这个分子的25 实际就是F5 加F5 那么就直接上等于10了 那么这个题的难度在于什么呢 在于说它是一个分数 所以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可以想到的一件事 是说 把它的分子和分五拆开 所以我们看 FP 加上F E除以P 等于什么 看看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当然P 乘以E除以P 那么得到的结果是F1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等于 什么 不知道 是吧 但是这两个之间是被F1所连接的 所以下面剩下的一个实际 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是 想办法去做F1 那么怎么做F1呢 我们就用特殊指法 把A和B都带成E 看看能得到什么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A和B都换成E 那么就变成了 11 1乘以1 这个就等于F1 好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还是方程力最基本的 我们出来一个线性方程组 所以两倍的F1等于F1 所以我们就知道 F1 等于0 那么有了F1等于0 那么这个地方 就可以推出什么来 推出这是0 所以F1 除以P 就直接等于 负P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比如分母 我们直接就变成了减法 这样也对应到原来题目里说的 Fx 小于0了 那么这个 我们就基本上 大概知道可以 怎么做了 那么这个题 恰好这个F11 就是 这个F11分之1 就是负11 所以这个两个5是10 10-11 就变成小于0的数了 那么其他的呢 其实都不太对 因为 这个里面17 是本身 F17是17 这个是2的5次方 所以2的5次方呢 实际上是减10 所以这样的话呢 减出来等于7 所以这一道题 其实 因为每一次竞赛的题目 肯定是 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 从这道题目 所能够判断出来的 就所能够总结出来的 这个特殊执法 其实是很重要的 包括在很多题目里 如果说 比方说 有一些选择制 其实你可以利用 题目本质的对称性 得出来这个选择制 比方说 是被三整除的 或者被五整除的 然后利用这个特殊性 很有可能 恰好就可以把 其他四个选择制 都排除掉 然后最后那个答案 虽然你没有完全做出来 但是最后这个答案 其实你是可以把它 写出来的 那么这个 就是第三题 好 那这个 因为今天的讲解呢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 这个顺序 就是 我们知道数学竞赛 有四个基本的类别 有代数 体核 数论 和 组合 当然组合呢 对于AMC来讲 因为它不涉及到证明 所以主要就是一些组合的技术 和概率的问题 好的 那么 下面 我们 来看 第四题 这个第四题呢 就是 三角函数 那么对于三角函数来讲呢 其实 最难的 就在于说 三角函数里的公式太多 当公式太多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 你不知道 去使用什么公式 这个呢 是一个 难点 所以 对于三角函数问题来讲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其实是把所有的公式 按照组来记忆 比方说三角函数的符号 那么你根据向线 把它结合起来 那么对于三角函数来讲呢 我们有cos 有sin 有一些tiny的 口tiny的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其实最基本的是sin和cos 那么你把sin和cos的事情 搞清楚了 那么其他的东西 像tiny的 你可以用sin和cos来除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一些 比较重要的公式 更加的focus 而对于其他的公式呢 就可以稍微带过一些 那么这个题呢 其实 你看到 这个 角度关系 其实首先 你又想到了 多项事 这个里面应该有一个自然的想法 其实就是会想什么呢 就是会想到它是辅数 就是我们要利用complex numbers 我们要利用辅数 为什么我们要利用辅数呢 因为辅数里面有所有的一个最最最最最非常关键的概念 就是单位根 那么辅数的单位根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知道辅平面 也可以写成一个辅平面 其实跟坐标平面是一样的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 我们有一个圆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圆分解成若干个 分解成一个等边的多边形 那么在这个体里既然是七 所以其实呢 是一个七边形 大体的状况应该是这样 这是七个 这是七边形 那么对于这个七边形而言呢 那么 所以就有七个半径 这七个半径的角度都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如果把其中一个数叫做y 那么下一个数是什么呢 下一个数它其实就是旋转两倍 所以就应该在这个根据这个狄默佛定理 它其实就是因为所有的单位 这是一个单位远 那么所有的 那么角度的旋转其实就相当于乘法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epsilo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epsilon的平方三次方 然后最后转七次以后回到1 所以对于这个七次单位根来讲呢 它的七次方等于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 那么对于这个七次单位根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多项式 这个多项式是什么呢 这个多项式就是x的七次方减1 那么x七次方减1这个多项式呢 我们知道对于根据多项式的基本定理 它一个七次的多项式一定会有七个根 所以当然这个七是基数 所以其中有一个根就是1了 那么其他的七个根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这一圈 所以就可以写成x-epsilon x-epsilon的平方 x-epsilon的绿方 x-epsilon的四次方 x-epsilon的五次方 x-epsilon的六次方 这是七个根 那么这七个根里面哪些根会跟这个cos相关呢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epsilon本身其实就是cosθ plus i sinθ 所以这个就是2π除以7加上i sin2π除以7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epsilon就是和这个相关的 而这个恰好其实就是epsilon平方 epsilon三四方的实处部分 所以这个里面肯定是要利用这个多项式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什么 这是第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的ABC是什么 因为这个ABC其实是可以根据伟达定理把它写出来的 我们知道A应该是这三个数的和的负数 然后B呢是这三个数的两两成绩 然后C呢是这三个数把它乘到一起 然后呢看一下符号 所以整体来讲要算ABC 我们知道大的路数应该是有的 就是我们要把它的这些比较对称的这个式子 把它想办法给它写出来 那么这个表达式呢 本身呢其实有点复杂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呢 这里面又有对称性 这个对称性就体现在这个 cos7分之2π和这个cos7分之2π和这个cos7分之6次方 其实这两个点应该是关于 这两个点应该是关于x轴对称的 所以它其实是它的共恶辅数 那么共恶辅数的好处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写成共恶的形式 然后把它讲开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平方差的形式 好 那我们来讲开一个式子来看一下 然后上去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同理而见了 那么一个式子就应该是x 那么其中一个式子就应该是x减去cos7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相反的数 减去还是减去cos2π除以7 但是它这边这个i的就变成正号了 就加上i乘以sin2π除以7 所以这个就是x减ε乘以x减ε六次方 那么当你做了一个平方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平方差公式 x减我们可以把x减cos2π除以7 开成一个部分 x减cos2π除以7开成一项 那么这一是另外一项 所以这就是a减b乘以a加b 所以就等于a平方减b平方 a平方减b平方 a平方是1 所以就变成了a平方加b平方 所以最后实际上这个写出来 就是等于x平方减去2倍的cos2π除以7x 然后呢最后再加1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两项乘出来 然后就只有cos2π这一个数了 好好 那么剩下的 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构型 当你要想了解这个cos这种 这种乘系数的角度的时候 你就要跟单位跟联系起来 然后考虑单位跟的共和 那么接下来剩下的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式子 可以把它整体的把它套到这个里面 那么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 我把这三个指标呢 可以定义成αβγ 当然是 我们在这个题里其实已经 已经讨论了这个 这个一阵子了 这个按说一道题平定只有三分钟 那么之所以这个要想做得快 其实就在于说 我们要把这些最基本的构型 在脑子里实现成有的 然后到时候呢 我们直接把它拿出来 好那下面呢 我们可能换一页 然后呢 我只是把它怎么样可以做出来 然后把它写出来 所以那我们想 我们现在在脑子里想 它是七四方程 它里面有七个单位根 其中第一个根 第一个多项式是x-1 然后另外的六个根是可以两两配对的 所以可以变成x平方 -r2αx plus1 然后x平方-2βx plus1 所以然后再乘以x平方-2βx plus1 然后当我们把它都展开以后 譬如说我们把所有的 我们看x六次方的系数 对吧 那x六次方的系数 那左边是什么呢 左边肯定是0 对吧 那右边是什么呢 右边这边有一个-1对吧 因为六次方就是某一个项要少一次嘛 所以这边有一个-1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这边有-2倍的α 因为这个比它少了1 所以-2α -2β -2γ 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就可以得到这三个中绩的合适 α加β加γ 就等于 -1分之1了 对 这就是一个式子 那么剩下的呢 我就不算了 基本上根据这个演算的式子 就可以把所有这些 αβ加上βγ 加上αγ 都把它乘出来 然后αβγ也有了 那么最后ABC呢 再利用这个这样的式子 同样的也是利用伟达定理 比较这个 因为伟达定理实际上 就是利用比较对应上的系数得到的 那么ABC都可以用αβ表示出来 比如A就是-α-β-γ 其实我们可以把ABC每一项都算出来 然后最后再乘起来 这就OK了 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构型的题目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利用基本的构型呢 能够把这个Cofation算出来 好的 然后呢 现在好像进度有点慢 所以呢 我们可能中间 我们跳过一些题目 然后呢 我们来讲一些 我们跳到现在就我们来讲几何的题目 我们怎么来通过 这是一道几何的题目 我们怎么来画图 然后通过图形中 然后找出其中的规律 好 那么现在他说是T型ABCD AB平行CD 那么当时我做的状态就是 那AB平行CD呢 你就随便画了 先画成这样 好 ABCD 好 这是一个T型 然后AB平行CD 然后呢 BC等于CD等于43 BC等于CD等于43 好的 然后还发生什么事了 AD垂直于BD AD垂直于BD 然后当你画成这样的话呢 时候呢 你就看到问题了 对吧 这个完全不是90度 对吧 这根本是个锐角 所以这个分明什么呢 分明这个图就不好 那么你想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图说的是AD和BD 一个是腰 一个是一条对角线 那么就是这个夹角是90度 那么夹角是90度 我怎么办呢 那我就最好是换一个方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容易是90度 我觉得底边要大一点 上面要小一点 对吧 所以好 所以呢 我当时 quicklay 比方说用28把这个图画出来之后 既然不好那好 那咱们就把它换一下 咱们就重新来搞一个 把这个D给它搞成直角 把D放到这 那么AD垂直于BD 所以好 那就是ABCD 好 那这个时候 这就可以是直角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再看条件 另外一个条件说什么 BC等于CD等于43 好 BC等于CD等于43 OK BC等于CD等于43 好 43 43 好 这是直角 好 这所有东西都画好了 好 那O是对角线AC和BD的焦点 那我把这个O写在这 然后P是BD的终点 那这样的话 这个图就基本上 就基本上就是可以 可以用来做观察了 因为所有的点 都不是很紧凑 好 那么都可以做观察 我们怎么观察呢 OP是11 对吧 OP这是11 对吧 这是11 这是两个数 那只有这两个数 OP是11 呃 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呢 要求这个段的长度 那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 对吧 好 那这个题呢 其实不容易 因为 现在这些纸织条件的线段 都很散 对吧 这是一条线段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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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呢 不太容易 但是 我们还是对平面几个来讲 我们就想基本构型是什么 基本构型 既然有两个一样长的线段 所以你自然而然想到的 应该是等13角形 对于等13角形来讲 什么线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是 它的垂线 所以我们就应该 把这条线给它连起来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又看到一个直角三角形 当然对于直角三角形 我们脑子里 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是一直要有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构固定理 好 那么这样一条线连起来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条件 没有用 就是这个平行线的条件 对吧 好 平行线 直角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角能导出什么来呢 好 我们来试角 那这个角和这个角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角和这个角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是梯形 那么你就知道它跟它也是一样的 好 当我看到这两个角一样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豁然开朗了 这个其实也就是AMC题最巧的地方 就是往往一个题都是有一个特别巧的某一个观察 当你做出了这个观察之后 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变得迎刃而解了 那么当我看到这个角之后 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因为你已经有一对相同的角了 然后你这又有一对相同的角 所以其实我们一下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相似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 对吧 你可以把它翻过来 所以如果从几个变化的角度 这当然是说你把它翻过来 然后你再放大了一倍 所以不用做任何计算 你直接得到什么 你直接得到了这条线段是86 对吧 因为是两倍 所以43乘2 所以这条线段直接你就知道它是86了 好 那现在上下来我们来看要求AD 那我们就知道很简单了 那现在要求AD 其实你要知道的就是这条线 对吧 如果知道这条线 那么所有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接下来又应该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知道11 其实当我第一次第一眼看到这个题 然后有ABCD的时候 我脑子里其实浮现出来的是这么一个图形 就是这个图形其实在AMC8中的这种类型里出现过很多次 就是如果有一个梯形 然后这个梯形把它分解成四个三角形 那么这四个三角形的面积之比什么关系啊 如果这个梯形的上底和下底之比是 A比B 那么这四个三角形的面积之比其实是确定的 是A的平方 B的平方 AB AB 好 那么这四个三角形都是确定的 那么这个面积比都是确定的 而且关键这个面积比怎么来呢 其实是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相似的 所以这里面又有一层相似关系 那么这层相似关系就告诉我们什么 就告诉我们这条线比这条线是1比2的关系 所以直接我们就有 DO比OB就等于1比2 那么这个是1比2的关系 那这又是个终点 所以这个实际就是六分之一 对吧 2分之1减3分之1等于6分之1 所以好 所以你一下子就可以得到DB等于66 好 那么DB等于66 那你就可以算AD了 那么AD用什么 当然是用格武定理 那格武定理写出来是什么 格武定理写出来肯定是这个 对吧 86的平方 减66的平方 那么这里其实每一个步骤呢 都是有一些技巧 你可以算得快 比方说做86的平方减66的平方 因为这个考试是不让用计算器的 所以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就要 最减最快捷的方法 其实是用平方差公式 那么这样的话 你86减66 首先就有一个20 然后再把86加上66 有一个152 然后你再去做分解 那么这样的话 事情就来得快了 好 所以这个题呢 就是平面几盒题 对吧 总共这个平面几盒题里面 它巧的地方 就在于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相似型 而且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我怎么样看到这个相似型 其实都是从一些脑子里最基本的构型 在我看来一个等样三角形 就要考虑它的这个点到底边的中线 然后呢 有这样一个相似三角形的结构 其实已经在头脑里了 可以帮助我寻找到DAO比OB 是这么一个1比2的关系 所以这个题虽然讲解起来 可能花了 其实还花了蛮长时间的 但是实际上 在脑子里真正运转起来 其实这条题基本上 我大概用了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把它做好了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平面几盒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再说一道解析几盒题 就是 这个解析几盒题怎么来做 就是 这个题呢 当你一看 这是一个四边形的 那肯定是四条直线 这四条直线是什么平方 等于什么平方 所以肯定是一个正方二的问题 所以这个直线方程 倒是很容易写 对吧 你上来就可以写到这个直线方程 就是x加ay等于2a 对吧 x加ay等于负2a 对吧 这是两条边 然后另外的两条边 什么另外的两条边 是ax减y等于a 然后ax减y等于负2a 对吧 就这样 好 那么 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 然后剩下的你怎么做呢 那你说 哦 那你当然可以求出焦点了 你可就求出焦点了 你也不一定能得到这个方程的 这个四边形的面积吧 所以呢 我们就要观察这两个 你首先看到这两个 那么什么东西反映出来呢 这个都是x加ay 所以首先反映出来的两个字 在我脑海里反映出来的两个字 就是平行 对吧 这是两组平行线 因为它都是 它这个x和y的系数是不变的嘛 所以它x都是靠着拮据嘛 所以这肯定是两组平行线 所以我就知道啊 脑子里我就出现一个图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区域的面积其实不难 它肯定是一个 平行 四边形 然后 我在想啊 平行线 那我们就要看斜率吧 这个的斜率是多少 这个斜率你把它挪过来 这个斜率就是a吧 对吧 这个斜率就是a 那这个斜率是多少呢 这个斜率你把它挪过去 这个ay挪过去 x挪过去对吧 然后把a除过来 所以y等于什么什么x 所以这个斜率实际就是 负a分之一吧 好 那这两个斜率 一个是负a分之一 一个是a 哦 这两个垂直了啊 好 嗯 那一下子 哎 我就觉得这个比较靠谱了 对吧 这个没有多难了 因为你这是两个垂直的 所以你想 你在在 虽然你不在坐标器里画出来 但是你想你两个垂直的一个 这个这个平行线 实际就是个就是个长方形吧 对吧 那就是长方形 所以其实你核心的就是要算 这两个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对吧 两个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点到直线的距离 点到直线的距离 那个里面有一个公式 对吧 把这个ax加by加c等于0 是一条直线 然后外面有一个点 你把那个sy写进来 然后上面有一个绝对值符号 什么ax0加by0加c 然后除以根号a平方加b平方 对吧 那么 这个 当然如果说作为准备竞赛 其实你肯定知道 有一个它的隐身 就是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这个距离 是什么 其实就是那两个结距的差 再除以那个系数 对吧 所以即下子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所以当我看到观察到这一点之后 我直接就写这两个之间距离什么 就是2a减去2a 这就是4a 对吧 2a减去负2a 然后呢 再除以根号a平方加1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它俩相减 对吧 那还是除以根号a平方加1 另外一个距离 就应该是2a 还是除以根号a平方加1 好 然后呢 矩形变你不就是长成一高吗 这长成一高 就是两平间距离 然后一成啊 8a 除以a平方加1 所以一下子就出来了 对吧 这个1应该是正确答案 8a平方 所以d应该是正确答案 好 所以就是这个 这有的时候呢 有些题目 你其实可以利用 一些非常 有一点模糊性的东西 然后呢 直接就把它搞出来 对吧 因为毕竟是选择题嘛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个题 就是今天我选择的题目呢 其实不是说最难的题目 而是说一些里面包含有 有这个 有这个 一些想法 然后呢 这些想法或者技巧 可以运用到别的题目的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讲这些题目呢 才比较有意义 那么有些题目可能比较难 但是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技巧 那么这个后面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 实力的解析 给大家 大家可以再去 自己慢慢的这个 这个研读 对吧 好 那么这个题呢 是一个这个 这个锥形的题目 这个锥形的题目就是说 这个圆锥里放了一个球 对吧 这两个球的高度不一样 那么圆锥里放了一个球 那么这个球是一个什么样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能够让这个 这个页面去上升 那么这个题乍一看呢 其实我觉得这好难呀 对吧 你得解一个 因为因为 因为它上升出来这一块 你可以想象 这本身是一个球 对吧 这个球呢 你放在这个这个底 在这个球本身的题 是好球的 三分之四πr的立法 但是你把它拱出来以后啊 它不是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嘛 因为 因为你把它拱出来以后 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层 然后这一层上底和下底 还不一样 对吧 这还是有点复杂性的 对吧 那怎么搞呢 对吧 那我们先不考虑别的 对吧 我们先看 这个 首先呢 这几个题 这几个选择之灵啊 你看啊 这个如果说 我们从概率的角度来讲 首先它不可能 这个面积是一比一的 因为你知道拱出来的体积 肯定是 肯定是一样的嘛 对吧 它不可能是一比一的 这个肯定拱出来的 这个高度应该高嘛 那这个应该低一些嘛 所以这个是你首先 可以排除掉的 这个排除掉的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每个题不达是得1.5分的 那么每个题满分是6分 所以就是说呢 概率的统计一下说 你如果有四个选择之 你不达是25%的分数 你随便选 其实也是25%正确率 所以是一样的 所以至少呢 这个推掉这个之后呢 其实你 从概率的角度 或许你就可以开始考虑猜了 那么你剩下的再看 那剩下的东西都是比较 比较大的 但是你可以想象的 这个好像这个B这个 基本上接近一比一的 也不太像哈 对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怎么来做呢 那我们还其实还是 规到原来的这个状况 这两个灰色的 应该是一样的 体积是一样的 那么体积是一样的 那个这个圆锥的体积是什么 圆锥的体积是 这个的底面积 这个底面积 乘以高除以3分之1 那么体积一样 除以3分之1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面积的比 底面积的比是什么 3比6是1比2 1比2的平方是1比4 所以呢 当时我做的时候 就在纸上写了这么 这个地方我写了个H 然后这个地方我写了一个 4H 好了 没有了 对吧 那么 接下来 我能干什么呢 接下来 如果说 我把 我这边 肯定应该高 因为这个小嘛 是吧 那么 我把它 我想我应该 怎么说它是 啊 我想起来了 那么 开始呢 我一直想去算这个体积 想一下 这个体积很难算嘛 但是后来呢 我想起来这么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 这个 这个灰色的是原来的这个水的体积 然后你加了一个担子 它的担子的体积是多少 是确定的 所以 所以 从一个灰色 从一个原来的状态 变成一个新的状态 那么这个 对吧 这个体积 对吧 如果说这个体积 比方说是V 对吧 那么 那个体积是什么 那个体积就是 这个V' 对吧 那么 整个的 它这个 这个 这个比例 其实是 确定的 那么 整个的比例 是确定的 其实就意味着 这个高度的变化 它 这个里面提升的高度的 就是 这个里面上升的高度 如果说我们用A和B来表示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证明出来 这个上升的高度 如果用A和B来表示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证出来是 A除以这个4H和B除以H 它是乘比例的 那么当我观察到这样一点的时候 那你当然就直接知道 它是一个4比1的关系了 所以 你通过整体的这个体积来看 它这个 这个高度的变化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题呢 就选1 所以基本上就不需要通过计算 好 那这是第八题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快一个小时了 那么我们还有几道题 这道题呢 是一道不太多 这个 今年的这个数论题好像 A版不是很多 这是呢 其中的 一个 对吧 那么 这个里面的这个题 一共有50页 所以呢 有25张纸 那么第一张纸包括第一页第二页 然后第三页第四页 你知道第49页和第50页 开始的平均值应该是多少 开始的平均值肯定是 差不多应该是25 现在呢 拿走了连续的若干章以后呢 剩下来的平均值是 19 那么这个19肯定是小一点的数 开始呢 我是想或许我们可以去凑 把这个数凑出来 是不是可以得出来 但是呢 好像也不太容易做 所以后来我想呢 既然不能够一下子 也直接得到 结论 所以干脆呢 我们直接把 直接把方程给他列出来 那么怎么要把方程列出来呢 首先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一共的这个 这个叶码数 是有的 对吧 那么他问了多少张纸被拿走了 那我们索性直接就假设 他有L张纸被拿走了 那么L张纸被拿走了 这个L张纸肯定是连续的 那么而且每一张纸 最开始的第一个一定是个基数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什么呢 我就会做这样的假设 这个是2K 2K加1 然后呢 同样的这一张纸里 另外一个就是2K加2 那么一共有L张纸被拿走了 所以这个算下来 这边应该是2K加2L减1 这边是2K加2L 那我至少就把这个所有拿走的纸 都给它设好了 那么设好了之后 那我就是要看剩下的 这个拿走的纸的总页面是多少 这个是要从这个50里减掉的 然后剩下取一个平均值 好 那我们就可以quickly列一个方程 然后我们看这个方程 能有什么变化 那么这个所有东西怎么加呢 这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当然我们可以用 等差数的求和公式 对吧 这就是2K加1加上2K加2L 然后乘以2L除以2 这是总列码数 总列码数这个里面是 这边有一个2是可以消掉的 所以就变成了是4K加2L加1乘以L 这是总列码数 那么1加到50是多少 1加到50我们也可以用 等差数的求和公式来 1加50等于51 51乘以25 我们就直接写了 这应该是1225 所以我们得到的应该是1225 减去这个数的 4K加2L加1乘以L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上下的平均值是19 那么上下的平均值是19 那么19里这里面有多少张呢 这里面还有50减2来个张 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简化呢 显然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做简化 因为这儿是一个常数 所以这是950 950减去这个 这个210 这应该是1270 因为是51乘25 1250减去950 所以这边呢 就变成了325 325 然后那边是什么 那边当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开心了 这是L 这也有L 那你把所有东西都加一起 那么这里首先有个L出来 其次有4K 加2L 加1 然后减掉什么 减掉38 对吧 好 那么就得到这么一个方程 那么得到这么一个方程 所以你现在求的是L 那你就知道 这个L一定得是325的音数 那么325是什么 325其实是13乘以5 乘以5 对吧 所以你知道L一定要么是13 要么是5 因为L不可能大于50嘛 但是好就好了 它是选择题 因为它不可能有5 所以你直接就得13了 虽然我没有求出K 我没有得出究竟是哪些页 但是这条题本身 我就可以已经做完了 所以这个就是在怎么样 当你其实可能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当你有一个方法之后 你可以迅速 它的好处是 如果这个方法 我知道等查数的起合公式 所以我就可以迅速的操作 迅速的操作就可以得到一个方程 得到一个方程的时候 当我一旦看到L是一个常数的约数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迅速得到结果了 好 那么这是这道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也是一个 我觉得这次竞赛中出的 比较巧的题目 就是它是有四个值 从六个值里不重复的选取 那当然按照排列组合的公式 就是P64 就是6乘5乘4乘3 那么当然最后这个是360 对吧 就不可能了 对吧 这是最大的 那么它使得这个两条曲线 相交的不同取值方式 而且它在这个题目里面 还讲到什么呢 还讲到一点 就是它讲到说 它只考虑这个两条曲线 作为几何对象本身 是不是一样 因为如果这个3和2 4和1 这个作为曲线来讲 都是3s平方加2和4s平方加1 那就认为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事情 从这个本身的这个 这个不同取值方式的这个定义 就使得 让你感觉这条题很难 这个呢 也是AMP的一个特点 就是当你乍一看的时候 你都觉得很难 所以为什么 昨天考完试之后 我听到很多同学的反应是说 我真题可以做到很多很多题 但是为什么我今天的这个表现 其实不好呢 就是说 因为真题呢 多多少少 其实还是有不同的老师 可能都会在各种场合讲过 即使当你去做一套真题的时候 有些题目呢 可能你已经接触过了 但是对于这个AMP这个竞赛题来讲 其实这个AMP竞赛的提的这个命题 人是非常之多的 可能是 是在美国可能有几十位 甚至上百位数学教授来参与 公提他们得到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这个题目类型都是 样子都是比较新的 虽然最后落实到的解法 都是一些确定的 这个我们知道的公式 好 那么这个题我们怎么来分析呢 这个其实也在于一个直观 就是AX平方加B和CX平方加D 大概长什么样呢 那么我就在突然画了 这么一个坐标系 这坐标系呢 首先我只放上半部分 没标放下边 因为这所有的数都正数嘛 好 AX平方加B 这个B是一种外轴的结距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抛物线 对吧 好 那么有一个抛物线是这样的 那么这两个抛物线 怎么样会相交呢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学抛物线之后 我们应该最主要形成的 一个观念 就是这个抛物线 它其实有一个开口 就决定于它这个 增长的速度是多快 对吧 那么 如果说它这个A 这个越大 那么它增长就越快 这个抛物线就越窄 所以这个B和D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曲线相交 因为它不可能在外轴上相交 因为B和D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 因为它既然不考虑顺序 我们就可以认为 一个是B 一个是D 对吧 那它这两个要相交呢 我们就知道 你这个碗 对吧 这个抛物线的碗 这个一定要比较 比较 比较窄一些 然后那个比较宽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 才能够相交嘛 对吧 那一定是这样一个构型 那这样一个构型 体现在这个数值上 什么呢 体现在这个数值上 就这里取两个点 对吧 这个B和D 其实就是取两个点 所以这个B和D的取法 就很简单 就是 C6-2 对吧 好 完了 那么 剩下的是 你只要保证 上面那个点 这个数要宽 对吧 底下这个 这个是个 底下这个点要窄 那么宽就表现出来 这个数是比较小的 对吧 那个窄就表现出来 这个数是比较大的 或许话说 如果这的话 这对应的应该是 所以这个对应的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因为B和D 你是可以确定位置的嘛 那么其实对应的 就应该是C 应该 对吧 A应该大 对吧 所以 应该是A 大于C 好 那 剩下的实际上变成什么 那么就变成了说 是四个数理 选两个数 然后一个数要比 另外一个数大 一个数比另外一个数大 其实就受当于说 四个数理 随便选两个数 然后大数放A 小数放C 完了 对吧 所以就是C 42 这最后答案就是15 乘以6 等于90 对吧 那么这个题 就直接做完了 对 好 所以这个题的好处 就是当你把 这些 东西分析清楚以后 你所变的一个条件 就变成了另外一种 更加直观的条件 从而可以直接 得到结论 好 好 那么这道题呢 是一道 有一定难度的技术体 就通常来讲 这个技术体也好 概率体也好 都比较难 好 那么 这道题呢 其实也是我开始做的时候 没有做对的题目 那么我也会跟大家说 这个就是开始有什么地方 没有考虑清楚 然后呢 可能选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因为做在这个AMC的考试中 其实想得到满分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每一年的满分 其实也也不多 当我做学生的时候 曾经 曾经希望能够在这个 AHSME中得到满分 但是 但是 但是最后几年 其实都是在 140几分徘徊 那么 今年呢 这个我也知道 有参加过IMO的同学 参加这个做这个AMC 然后也没有得到满分 好 那么这个题说的是 三个红色筹码 三个蓝色筹码 和三个绿色筹码 放在三乘三的表格里 它要求是什么呢 无论是垂直方向 或水平方向 没有两个相同的颜色筹码相邻 所以它不是像通常的 所说的什么 三个红的 都在不同的行 都在不同的列 三个蓝的都在不同的行 不同的列 而是说的是说 同样颜色的 其实不能相邻就好了 这个条件相对来讲呢 比较弱化 那么 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首先呢 我去填数 我就不会填红蓝绿 这写起来慢嘛 对吧 那个如果英文 他们中文可能会填 这个Red R Blue R RB Grain 对吧 那咱们这个中文 其实最简单的 就是填123 对吧 3个1 3个2 3个3 把这事搞清了 就行了 好 那3个1 3个2 3个3 怎么填呢 那我好像呢 进来第一行嘛 第一行呢 就一样一个 一样一个呢 首先呢 因为你不考虑颜色嘛 所以当你把123 填在这的时候 实际上 你就做了一个什么呢 你就做了一个乘数 这个乘数就是 三的结成 对吧 这其实就做了一个乘数 对吧 好 这要做了一个乘数 那么接下来 你应该看怎么填 接下来怎么填呢 因为1不能跟1相邻 你看 接下来1不能跟1相邻 2不能跟2相邻 3不能跟3相邻 这个好像像什么呀 这个好像像 就那种经典的错位排序问题 对吧 其实有几种方法呢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有两种方法 因为你看这也填好 再来一个对吧 1 2 3 对吧 好 1不能跟1相邻 所以呢 这比方说如果是填2 对吧 这可以填3 这要填1 好 这如果填3 这要填1 这填2 对吧 就是这两种方法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其实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需要考虑了 它没有说第二行一定要填 这个三个不一样的嘛 对吧 那有没有可能 你看这填2 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东西 然后这呢 填3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填成 这个这样的形式呢 就是我们让它这一行出现 不一样的内容 就是有一种颜色的隔出现两次 那有一种颜色的隔出现两次 只能是这样嘛 一定是2 2 对吧 然后呢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1 对吧 好 这是对称的 那我们看上一个可以怎么填呢 那么 1不能填在这儿了 那么 这个里面就会有两个3 对吧 那这两个3就会有问题了 你看两个 这儿如果是两个2 对吧 那这儿就得有两个3 或者两个1 哎 这样就不对了 因为 因为你这两个3之后 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一定是同样的那两个1嘛 对吧 所以就填不出来 所以看起来呢 那就好像只有这种方式了 所以也就是说 这儿只能是3 对吧 好 这样填1 好 这填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 所以这里面有两种 那么这里面剩下的 我们可以选择的是 其实它还是一个错区排列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填 3 我们可以填1 2 3 我们也可以填 3 1 2 所以这基本上是 两种 所以好 那我就得到了说 这里面有6种 对吧 这个第二步有多少呢 有两种 然后下一步有两种 好 6乘4乘2 对吧 然后呢 我就选了24 那么当然 大家知道这24不是正确答案 对吧 正确答案其实是36 那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出在这里 就是 这个123这个假设 其实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不一定 这第一行的三个格里都填同样的颜色 它还可以是不同的颜色 好吧 什么不同的颜色呢 那 我们来试一下 那不同的颜色 那这两个 如果说有一个东西 一个颜色出现两次 它一定要在这两个角上 所以一定是 1 1 2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 那3可以填在哪呢 或许呢 我们根据刚才总结的规律 或许这儿可能应该填 3 对吧 然后呢 这儿 可以填3 然后这儿填 1 这儿 填2 好吧 好 那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说 我们有 一个 这样的 形状 对吧 3 3 2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里面 这个1和3 对吧 这个 1和3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是一种 这个里面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 对吧 好 那么这里面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样的吧 就是 1 1 2 1 然后2 2 3 3 3 这是对于第一行如果有两样的 那么又有两种可能的构型 那么这两种可能构型 每个又会多出来6个 所以最后 就是24加6加6等于 36 好 那今天的时间其实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这个题目呢 本身比较长 但是呢 实际上 它 还是 一个3上3的放格表的题目 那么 这个3上3放格表的题目是说什么呢 它 每一个放格 它每一次呢 这个青蛙可以向上向下 向左向右跳 对吧 这个是容易的 它不能斜着跳 对吧 它只能是沿着格 但是它其中还有一个 也就是说 它一定是类似于一个十字形的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 是有感觉的 对吧 它是一个十字形的 对吧 从这 沿着四个方向走 这四个方向是概率上 是均匀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在这个格的时候 比方说在最上面这个格的时候 它会跳出去 对吧 它跳出去之后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是转一圈 就会回来 其实转一圈 就会回来 这件事 这是因为在现在 我们这个题目里 因为大家是中学生 所以这个里面 大家真的就是拿一个 三乘三的方格表 那么实际上 当大家以后 如果学了拓扑以后 就会看到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当地有一个方格表 但这个老师 这个张是一张纸 它这个意思 实际上是说 你应该看的是 应该把它想象成 这两条边粘在一起 然后呢 当然因为这个不是想必 你不能转 对吧 再把这两条边粘在一起 所以最后粘出来的是 一个什么样 最后粘出来的 其实是一个 救生圈一样的东西 所以最后的话呢 其实它说的是一个 在一个救生圈上的 青蛙跳跃问题 所以但是它的定义 来边要写得比较复杂 它说是跳一下 然后转过去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意思 那它这个提示说 那就是当它达到 角落方格的时候 它就停止了 就不动了 然后呢 如果不到角落 那么就继续随机跳 那么这种类型的题目呢 其实以前在AMC中 也出现过 特别是其实在AMC中 已经出现过不少次了 我记得有一年AMC的题目 的最后一道题 也是个技术题 那么那个技术题 其实归根结地 那么我们要利用的 知识是什么呢 其实是两个字 地推 就是一步一步来 把这个地推公式 写清楚 那就可以实现 从简单到复杂了 那么具体来说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 黑板还不够大 所以呢我们 把它换到这个 白板 只把最核心的写出来 那最核心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 三乘三方格表 那么这个三乘三方格表中 我会 我会包括 把它分解成几个部分呢 我把它分解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中心 对吧 第二个有四个方格 这个我叫边 对吧 然后还有四个方格 四个角上的方格 我叫角 对吧 好 有边 有边 有角 有中心 对吧 好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任何一步跳跃中 所有的概率 加起来我们知道是一 所以呢 那我就来列 这么样一个表 这个是中心 这个是边 这个是角 然后有几步呢 那最开始是 第零步 对吧 然后呢 我应该有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嘛 他说一共有四步嘛 一二三四 有四步 那么我们把这个概率 我把它算出来 对吧 那我一步一步来算出来 利用这个 他每一次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来走 来进行计算 好 那我们怎么来计算 你看 最开始的时候 他在中心 对吧 他没走的时候在中心 所以这个概率肯定是一 好 那走完一之后 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 下一步 他走一步 不管他到哪个边 他一定是到这四个边上的格 所以这儿的概率是 一 对吧 好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什么呀 第二步 因为这四个边上的情况是类似的 对吧 那么这个边上 从一个边到下一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呢 它应该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从一个边 它可以变到什么 它可以变到中心 对吧 它也可以变到另外一个边 它可以变到一个角 从一个边变到中心的概率 再返回中心的概率 应该是四分之一 它变到另外一个边的概率 应该是另外的四分之一 然后变到角的概率 什么上下 所以应该是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加起来还是一 好 利用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把第二步 很快地把它写出来 那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就是 它到中心的概率是四分之一 它到边的概率是四分之一 然后它到角的概率是二分之一 好 那我们这样的句话 第二步就写好了 那第二步写好了 我们再来看第三步怎么做 第三步 那么中心到边 对吧 中心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情况 到边 对吧 所以第三步的话 这个四分之一 我会把它转移过来 然后它如果已经在角落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 不动吧 对吧 好 所以这个二分之一 就不动了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步 是什么样子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还应该遵循的原则 仍然是 看这个 这个应该怎么办 对吧 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它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 对吧 所以它再回到中心的概率 应该是乘一个四分之一 所以这是四分之一 乘四分之一 所以这应该是十六分之一 然后它还回到边的概率 因为是四分之一 所以就是 它还回到自己的 再加一个十六分之一 对吧 好 然后它回到角的概率 还是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是八分之一 好 所以OK了 对吧 这已经是八分之五了 对吧 那接下来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要看什么 下一步其实就简单了 对吧 那么我们只要看这个 它 还能到角的可能性是什么 中心是不可能到角的 对吧 中心一步只能到边 那么能够到 能够到角的一定是这个边 所以这个加起来应该是十六分之五 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地方应该已经是 十六分之五 再乘上一个 这应该是再乘上一个二分之一 因为它从边到角的概率再乘一个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再乘出来一个三十二分之五 再加上刚才的八分之五 对吧 这个是这一步会出来的 那么这是一个三十二分之五 好 那刚才那个是八分之五已经有的 那么加上八分之五 加上刚才的原来的二分之一 加八分之一 所以也就是三十二分之五 加十六 加四 那么就等于二十五分之三十二 所以一步一步的就做出来了 那么当然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真正要考虑的 只有这三个不同的走到角的步骤 但是我之所以把这个表列出来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 心里就会觉得很踏实 就是中间没有任何遗漏的 最后 你在任何一个一个步骤上 列出来的这三个数 三种形成的和加起来 它的概率一定是一 好的行 那么本来我们计划这个直播呢 也是进行七十五分钟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大概就到这里了 然后明天呢 我们会有一场那个英文的 来介绍港澳地区的这个考试成绩 和这个一些题目解答的一个讲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个B厂呢 也会做同样的讲解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 其实 当然希望同学们获奖 然后呢 我们还将来因为 还有后面的这个A美的这个竞赛 对吧 然后对于这个美国的 这个如果有美国身份的 还可以去参加进一步的竞赛 但是同样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 我想可能对于所有的参赛同学来讲 而是说怎么样享受这个 这个解数学题的这个乐趣 从中看到这种数学的美妙 那么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那么今天呢 我们做这个直播呢 其实也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个解题的思考方式 那么解题的方式呢 是多种多样的 大家呢 也可能有更好的方式 以后呢 我们可以再找更多的机会了呢 来进行交流 好的 行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